一斤的面粉加入5克的鲜盐 一斤的面粉加入5克鲜盐 3克的小苏打 3克小苏打 泡打粉6克 6克无铝泡打粉 再加上1克鸡蛋 再加上1克鸡蛋 280克的凉水 边倒边搅 280克的凉水 边倒边搅 搅成絮状 咱们加30克的手油 没有手油 加30克手油油吧 不能咔咔这么去揉 一个是揉面的时候 切了不能揉 一揉就上劲了 用手可以这样吹 咱们得给它吹了个2-3分钟 一点都不用担心 现在沾手 一会就好了 扣上盖子 醒个15分钟 扣上盖子 醒面15分钟 第二次吹面了 这次就不会那么沾手了 吹个2-3分钟 再醒15分钟 最后一次吹面 案板上来点油 案板上抹油 最后再吹一次 还是一样的 面越来越细腻光滑了 咱们从头咱们卷起来 吹成一个长条 咱们再给它卷起来 然后准备好 方便袋或者保鲜膜 然后拿出保鲜膜 把这个长条面团给它包起来 咱们长温能放4个小时 可以开始炸 如果是放进冰箱 6-48小时之间都可以 拿出来把这个面 千万不能去揉面 醒好的面一定要用手撑巢 拿出擀面杖 轻轻地给它擀薄 用擀面杖 擀成2-5厘米的面条 切成2厘米左右的宽条 切成2厘米的宽条 拿筷子蘸点水 隔一条面来一条水线 拿筷子蘸水 每隔一个面片在中间画一条水线 一个手拎起来 你看看 再跌到另一个面片上 炸这玩意儿吗 还得咱家老旅 炸这玩意儿只能是咱家老六 炸之前先补充一下皮力吧 白象拌面 大家肯定都知道吧 好好吃啊 这一大堆都是我蹲点抢的 现在拼多多大力支持国货 腾出了1万个白象拌面的室身棉鹅 每人馅一箱 12盒的白象拌面有这么多 什么口味都有 还是火鸡面 小龙虾 咸蛋黄 开水一泡 三分钟就搞定了 这个小龙虾拌面 鲜香劲道 麻麻辣辣的 真过瘾 金沙咸的黄口味 鲜香可口 这不比外卖香呢 平常超是这么多 不得60多呀 知道大家的口味 跟我一个样物提前把试试的链接 放在视频左下角了 就是我抢到的链接 链接还在就是含有名额 错过这波腰毛 可就没有下次了 快点点看吧 先到先得 这个油温的话呢 大概呀就这种6到7成 插筷子立刻猫密集的小炮 就是6-7成油温 撑一下下锅啊 撑一下下锅 两头不要用意的捏 飘上来之后呢 定下行 大约5-6秒 它就会飘起来 定型分量 现在已经炸熟了 越扒越大 炸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多懒 要不停的翻动 它就会越变越大 现在这个油条的颜色 已经变深了 油条现在已经好了 炸到像这种金黄色 就是炸好了 这也太成功了吧 这不就做好了吗 咱们掰一个看看 对不对 外表特别酥脆 里面是空心的 早餐店 这场再也挣不到我的钱了 快告诉我 你们那里吃油条的绝配是什么呀 OKK 好